對阿 每次有人就要洗阿 骨折休養了三個月 這三個月不能玩滑板 頓時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樂趣 饗宴的時候只好保養一下滑板 洗洗培靈 或是雙十一順便囤一下貨 這三個月其實我非常克制自己 盡可能的不要到滑板上去 因為會非常的想滑 後來有一天我心情非常的不好 騎著車到處亂逛 結果騎著騎著我竟然騎到了滑板場 我才意識到這個地方不只是拿來玩滑板 而它也是一個可以讓我放鬆心情的地方 還不能滑沒關係 我至少也是一個很好的觀眾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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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know we'll make it throug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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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ontaneous hey let me down 癢 Gesund 诶 哇 經歷三個月的不變 痛苦還有努力之下 去醫院八次 骨頭終於慢慢的恢復了 終於 終於 終於回到了我的滑板之路 格外的珍惜 當然也要格外的小心 原本貼的貼紙變黃了 下面出現了新的貼紙 塵塵是你貼的嗎 玩滑板玩了六個月 然後三個月的養傷 九個月這樣過去了 這段時間學到非常的多 可以感受到很多人對我的關心 真的認識到很多好朋友 有很多很有趣的人 在這裡真的玩得很開心 真的很感謝在這個旅程當中 出現的每一個人 今後也請繼續多多指教囉 結束了 接著 好 好 還好嗎 好